明天是与你 一同幸福 祈福 圆满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般若讲座》 后来请寄老师 当初我说 就这样 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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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人 在以前 好 起发了 因为 我出发了 为了 亲自 与你 整体 都 你 然后在那里。 我在这里。 西兵 的人自然学习这个学习, 我试一下, 我在学习一条, 然讨论和经济所那里。 讨论和经济是否 oper! 讨论和经济所在进行 。 讨论和经济所在 市场上, 来到大学 集大学习, 那麽剛剛運用的譬喻是王子回到自己家鄉的首都去 這邊回到家鄉的首都他要護理的就是國政 國王所擁有的是統治王國的治理權 那麽這是從世俗的譬喻來說明的 比方說作為一個轉輪聖王 他應當要以親民的政治來護理國政 比方說要令這個國家是一個自由的樂土 要令在這國家當中的人民享有寂靜安樂跟幸福 這是他的職責所在 他應當要如此的護理國政 那麽真正能夠給國家帶來自由 以及人民帶來幸福安樂的這個統治者 他本身就是佛陀的化身 這個是從外在的譬喻來做說明的 從內在佛法的角度來講 應當要護持的王政是什麽呢 或者國政是什麽呢 這個國政指的就是菩提心的教法 在這裏我們可以講過去自尊命樂日法尊者 受到尼泊爾國王引請 請他前往尼泊爾這麽一個公案來做說明的 大部分是有時候會講的 他说他是一个比较多的 他的人说他是一个比较多的 是一位于伴侭她的 这位让他生长的人说 他生长的比较多的 他要说他是一个比较多的 他要说 贸易多的 他会说他是一个比较多的 他会说是一个比较多的 但他的比较多是一位 他们从来说 我不是一生以往似的 好久的 能不能再年一乎 我得以往 少回家 而且好好 你以往 帶我去 那一陣子 你肯定有 肯定有 我们的 相似 我们的 如果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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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很多太称次我 answering ,一太称 сюда等到了 就是从我的中途 seul会通演说 不是 Stone Está Coat的 在我该是宝贝再讲解 Sub прик轢 我 prepared我一下 这里才是想到我重演的 好多的 前面的我准备了 手心以后 我就要用 kitchen 用小白费 鸭尔 店里 你去 我计算 你会在家里 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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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做 我计算 我计算 三千三小的问题是 四千三小会 三千三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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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四成 当时是这样子的 当Millier日发尊者深无障悟的 在山洞当中休息时 尼泊尔国王派遣使者 来引请他到王宫去 希望他能够赴国王的征召而前往 当时来人就跟他说 你这个一瓶如洗的乞丐 既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 现在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什么是很好的机会呢 就是尼佛罗的国王他召见你 他会给你饮食 他会给你衣物的 当时至尊密六日霸尊者 如何回应他呢 他说哈哈国王是他当的 我才是真正的国王 因为我拥有佛法的王政 我拥有统治的佛法的王都 那这个人就说 你有什么样的凭政呢 难道你有转轮圣王的七正宝吗 你这个乞丐 难道你有这些功德吗 密六日霸尊者就回答 他说并不是如此的 那些东西虽然我是没有的 那个世俗的政治的东西 我是没有的 但是我所统治的是佛法的王政 统治的佛法的国政的 这一点是完全他所不能比拟的 所以他不是真正的国王 我才是真正的王者 那人家就说不要说这样子的空话 但实际上真正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 密六日霸尊者他的教法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他给我们的启示就是 他有非常强大的毅力 他的影响力至今仍然存在的 但是世间的国王的影响力 至今已经荡然无存了 我们怎么说 至尊密六日霸尊者 他有极为强大的毅力 能够影响后世呢 比方说 至尊马尔巴 他当时欺负的对象是谁 殴打的对象是谁呢 就是至尊密六日霸 他当时传法的时候 传观点的时候也说了 如果有着如同密六日霸的毅力的话 他就是能够成佛的法器 讲了这样子的话 就体现出以马尔巴尊者的 如所有之跟尽所有之的智慧 能够完全照见至尊密六日霸 他的毅力跟他成佛的潜能 所以我们说 他的殊胜性在于 至尊密六日霸的殊胜性在于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他已经完全的统律了佛法的国政 在这个佛法的国政的范围当中 他所统治的亡国当中 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冲突 也不需要运用武器 但是我们看到世间的政治 他必须要有军队 他必须要有武器 而且经过千年之后 他所统治的一切 完全灰飞湮灭了 完全不复存在了 因此所应当要拥有的是 佛法的国政 而不是要护持世间的国政 因为世间的国政 不能够保证 世间的安乐 不能够保证 对其他众生的利益的 所以以慈心跟悲心这样子的国政 去守护着慈心跟悲心的国政 是特别重要的 尤其在这两者当中 首先应当着重慈无量心 着重慈心的羞耻 一定要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生起对众生有感受的 有感受力的 无有造作的慈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的事情 有很大的 对他们做足切断的 对这样子的人 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咱们要吃掉我 让我们有有何复帽子的人 在那里 咱们去吃掉ène 做足切断的 但是 在这里 肯定是 在这四季徒 做足切断的 老师 要是一 saúde的 你吃到餐匙 就去花椒就要收到餐匙 你她看到了 casa都和我都拿到餐匙 自然是我在餐匙 只要到餐匙 一哈很有可愛的 一哈扇孩子 他小孩裡有小孩 小孩 adalah小孩 有小孩 如果是爱了 那我去花活 有一哈扇孩子 在这个佛法的国阵当中谁是最殊胜最伟大的国王呢 谁是最究竟统治佛法的国阵的呢 就是佛陀本师释迦牟尼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是真正的大法王 他是真正的最殊胜的佛法之王 他曾经来到这个世上 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的内道佛法的存在 完全是仰赖这位最殊胜最伟大的佛法之王的恩德所致 原因是过去他在学到位时 为了要度化俗佛世界有情众生 所以发下五百的出圣大愿 以此力量 所以他能够使他的教法广宏于世间 那么如今在这个世界上 在弘扬着佛陀教法的这些善知识们 真正讲起来的话都是大悲导师释迦牟尼佛他的画现 应当要这样子认识的 同样从今以后 凡是真实发起菩提心的菩萨都将成为王子 也就是最殊胜的法王 他的家族的成员 这就是发行菩萨将来的身份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佛法的国政他的功德的话 就能够真正通达一切法的功德 通达一切法的功德 将来才能够真正的通达佛的一些功德 乃至于最终成伴与佛陀 无有差别的境界 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机缘 所以这边说到 复生佛家族 精诚如来子 这是值得我们自己为自己感到庆幸 要自我随喜的原因所在 打得到日全面的地方 不会有任何罗人 有些人的办法 打得打得 敬礼将 日当成为日当得 都没尊为日子 来 牛巴尔门 这三三 今我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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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我平安 佛孙未所 阿曹 当然 ám—这世下到说 就是要开始打想 这是语言 你不明白 日本一百千万, 日本一百千万 中国一百万 一百万 一些事在乍湖上的訓練。 牽亭上的事在乍湖上的事 lugar。 到警察在乍湖上的形態。 同时我认为ious, 全是民族 любов的emanan人员工程, 他们 delivered城中区。 不懂還是一acie的事, 這也是解释,他們根本不算得罷, 他們是通知 那個後來這樣不會罷工嗎? 現在也是 говорю什麼呢 Bachelor 我跟一個石頭手, 全部有這麼多多年 他們べ geld嗎, 人家沒有東西, 거는 money客ют, 我們自己做耶就這樣是 雖然有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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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ibt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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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练的 有了一片啊 太太太了嘛 那是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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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當發起菩提心以後 就像是王子回到自己國家的首都一樣 應當要準備護理國政 那麼 所要護理的國政是什麼呢 當然指的並不是世間的政治 因為世間政治總是涉及國與國之間的競爭 跟嫉妒心等等 我們所要講的是我們自己的王國 什麼叫我們自己的王國呢 所要護育的子民是什麼呢 實際上就是三界六道的一切有形眾生 當我們說三界的時候 實際上就包括了玉界色界跟無色界的一切有形眾生 也就是當我們要護持佛法的國政時 也就是要去保護等廣如虛空等虛空的一切有形眾生 以慈心跟悲心而呼籲他們 這個叫做護理國政 這是作為一個發心的王子 他的所當為的事情 那麼 在這當中 具有追求善法的僧潔 這樣子的身份是極為重要的 因為雖然我們跟其他有形眾生在身體方面 當然是各有不同 但是本質上來說都是人道有情 所以我們主要的差別 並不是在外表 在身體上的差異 而是在內心的不同 比方說 我的本質是釋迦牟尼佛 他是一切智 他是 他是聖者 他是佛陀 但是從人道有情的角度來講 他仍然跟我們一樣 看起來都是 在外在上雖然有些微的差異 但是都是人道有情 他與我們所最大的不同 就是內心的差異 他內心具足的饶益 他者的利他心 這樣子的利他心是無懈可擊 已經達到圓滿的境界了 這一點就跟其他有情眾生有所不同的 所以當我們發起佛提心之後 最主要的工作 最主要所要從事的是什麼 是三門當中 從內心去下手所做的功夫 在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的聖僧且 他們都致力於在內心上下的功夫 比方說有許多的高僧大德 近來實現元吉的 佛葬師 所教人不切等等 他們都是真正的佛陀 在世間的展現 那麼我們應該要非常慶幸 在這個時代仍然有佛陀的化現存在 仍然有佛法存在 為了這一點就應該要感受到 就應該要感到慶幸 應該要心生歡喜的 所以前面這一段呢 才有自我歡喜 或者感到慶幸 要有這樣子的體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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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拉明拉索 拉瓦喇喇喇喇喇 今夜无欲一切不出现 天心众生知识振脱过 为神佛弦得上人天的 天与内人诅咒变化喜 好 神佛弦得上人生知识 祝祝的一道 呼吸变化喜 变化喜 我们是一道 三道 神佛弦得上人生知识 这一道是三道 所以我们做得到 但我能做得到 他不是用满人的 一点点 就是 那 它是让纳杂家人的 这个参与你们能够 这个参与的 这些人和他们的 不然 有一定的 kole家 这些人不太开心 参与就是 怎么回事 所有的女士他们都在这里啦 全都是各自给هم 这类都在这里 这些人都在这里 这些人都在这里 这些学生在他们地区 就在这里 在同学的学生 那样我们常在这些学生 在说我是 这些学生在这里 这下午的�疏 我们都在没有 照理的时候 我们就在没有照理的时候 他们照里出来 这些人在照里面照这个照 只是照的照的照 我们的导致所以后完全是照的 那个前面照 照的照 照的照 这些人在照的照 照照的照 照的照 今晚都在照的照里面照备 照的照 收拾受至于亭所登记不过 他们是底码工作的 再说我们要ふとに 你不能会坏后 你看到这些人 无所师那种 有些人也产了 当他们把 exactly活饭 换成本来 大半社士给他们 把盲释放了 中国中的受 MOD 这就是 但要不认认了 看穆契 我认识就在什么识节哏 我在多也认识那 Roddik 做人仁静的 是数十 Aaron 是数十三十四年的 我的长长长 люб的人 我哪怕 从支付cias 我只能说是一句话说的 我只能说是一句话说的 刚刚所念诵的是观想他欢喜 在此我们将三界的一切友情众生引起来 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上宾 要请他们享用 这个就像是我们一般在请客一样 我们对于自己非常关爱的友人 可能常常会请他到府上来做客 提供他食物 宴请他吃一顿好的 但是我们现在要宴请的是什么呢 要宴请的对象是三界一切友情众生 我们所提供的并不是食物 提供的是什么呢 是慈心跟悲心 用什么方法来提供呢 透过回向跟发愿的方法 将慈心跟悲心的功德 予以三界一切友情众生 所谓的发愿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就像是十度破罗蜜多当中 有所谓的愿度跟力度 那这个愿度它的力量 是能够遍及一切友情众生的 藉由发愿我们内心的慈心跟悲心的功德 能够扩及一切友情众生的范围 慈心跟悲心就能够使众生 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刻意请求 他就能够获得其中的利益 并且跟自己相处在一起 就好像是在这世界上不只有人道友情 还有其他的友情 包括了像是人们所换养的动物 例如猫狗等等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猫狗 它们会如影随形地跟在人的旁边 随时等着看有没有食物 实际上为什么它们会如影随形地跟着呢 就是因为它们知道这个人 是对它有慈爱心的 对它是慈悲的 所以它才会跟着 如果是一个缺乏慈爱心的人的话 猫狗是不会跟着它也不会等着它提供食物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心里面生起了慈心跟悲心 我们具足慈爱心 这样的慈爱心是用来给予三界六道的 一切有心众生的 把它们换为上宾 使凡是透过见闻念处等的方法 与我们结下缘分者都能够获得利益 也就是能够见到我们的 能够听闻到我们的 能够意念我们 乃至于接触我们的一些有心众生 愿它们内心的如来藏都能够得以成熟 所谓的如来藏的功德得以成熟 指的就是愿它们内心的慈心跟悲心 能够真实地展开 愿它们真正能够远离苦 苦及苦因 如此的心态就能够成就真实的菩提心 如此一来 我们就会真正晓得原来水跟冰是同一回事 众生跟佛也是同一回事 只是随着我只走而成为众生 不随我只走而成为 而本性即是佛陀 众生跟佛本来是没有根本性的差异的 只是因为暂时我值得介入 使得如同水一般的佛的自信 僵化成为如同冰块一般的情况而已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受持了菩提心界 从此之后就要以菩提心去饶意有情众生 透过回向跟发愿的方式 令众生能够蒙受慈爱心的功德利益 如此一来 我们就会令人天大众 有形无情的大众都能够极为欢喜 尤其是无形众生当中的天道的有情众生 更加的欢喜 因为我们能够为众生带来饶意 发起菩提心以后 能够真正的饶意有情众生 所以人天在内的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 都会感到欢喜 他的原因在此 因为所有的众生都需要安乐 所有的众生都希望远离痛苦 而痛苦的根本成因来自于我值 我值会破坏利他之心 今天我们想要发起菩提心 想要真正的升起利他之心 所以会以这样的力量去破坏我之心 以这样的力量给这个世间的众生 带来真实的利乐 在没有我值的情况之下 为众生带来真实的安乐 所以其他众生也为此感到欢喜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要修他欢喜 也就是其他众生 人天大众、普天同庆 这样子的观想 他的原因就在此 但是我们开始做了 很多人都在奇党 他还会用到外论 那个人为了 他人们的诗検 例如说 我想这些说 我们都在这些人 怎么都要做 这些东西 有些人的心 就因为我没有想到 其实 。 而且说上面游巧的 山外谷的派你的派 就是山东西里的我们派梳的时候 山东西是质核的 山东西是质核的 山东西呢 山东西是 Fortale Osir 突然说 整个铁中比达入在铁铁中外 之外的有什么用的 深海铁中外来达入内容 人天大众都会为我们发起菩提心而感到的 你当然要了解 善根分两类 一个是有肉的善根 一个是无肉的善根 在不具备菩提心的前提之下所造的一般的善根就称为有肉的善根 在菩提心被摄持的情况之下 以菩提心为前导所造作的善根则称为无肉的善根 而这样子不论是有肉或无肉的善根 特别是无肉的善根能够给众生带来最究竟的利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天大众会欢喜 就像是禅修菩提心的话 就能够具足禅定的功德 以及般若智慧的功德 也就是六度当中的第五度跟第六度的功德 能够在禅修菩提心当中获得体现 就像佛陀在大解脱经当中所讲的 人于虚余当中入禅定 就能够呼吁三界一切有行众生 令他得安乐 这个道理如果要细读的话 大家应该参见大解脱经的原文 那么以上是授戒 接下来就是相关的发愿 待会在发愿的时候 大家就一起念诵 对于几年来所讲的 这些人在训练的物理 慢慢地 放在沙发 应该能够传承的 也算在沙发 来自从沙发的 这些人在沙发的 sa传承的 也算是在沙发的 那些人在沙发的路上 也算是在沙发的 你往上走就能够传承的 在沙发的地方 也算是沙发的 ziogon的光源 我们使用的光源 这个光源的光源 是有百分之一 这是大量的力量 这是数学 那再来这个发愿 就是我們平常劇足大手印意涵的發願文 是非常常用的發願文 我們也按照這個發願文來做最後的祈願 在祈願的時候能令祈願發生力量的 有三種面向 第一個是思維力 第二個是如來力 第三個是法性力 所謂思維力或者是義樂的力量 指的就是心裡面真誠的 純粹的想要饒益其他有其中生的想法 像這 無論如何願眾生都能夠獲得利益 一定要令眾生獲益的這種親近的想法 哪怕是一次性的神奇也有極大的力量 這個是思維力或者是義樂力 第二個是如來力 如來力指的就是 佛種心如來葬的功德騙眾生一切處 所以本來就具足這樣子的如來加持的力量 這是如來力 第三個是法性力 法性力的力意思是說 以利他心能夠消融我值的 如同冰塊一般僵化的我值的心 透過如同太陽一般的熱度 去融化我值的冰塊 這樣子以熱來融化冰 它指的是法性自然規律 所以以利他心來消融我值 就是法性力的真正的意涵 所以透過思維力 我見 透過思維力如來力